一開始等你看到的是清明雷是假期的第二天 就跟昨天公路總局預估的一樣 出遊的車潮是不斷的湧現 也因此有多處的路段 也出現雍色的騎行 提醒我們的駕駛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公路總局是列出了幾條容易雍色的路段 包括了像是銜接國道的快速道路 以及主要省道跟幹道 還有像是臺九線蘇花廊道 以及觀光景點周邊的道路 包含了中部臺十四甲清淨農場的路段 以及臺二十一線日月潭周邊的路段等等的地方 另外花蓮秀林鄉臺八線的官員至落韶路段 因為還是有持續性的落實現象 暫時是無法清理的 所以這個路段是暫時預警性的封閉 建議我們的用路人出發之前 得先查取好使用的路段 才不會影響到您出遊的性質 所以